歡迎收看哈龍夜夜秀 LB 你相信算命嗎? 相信算命嗎? 因為我本身也是流浪仙姑啊 所以是相信的意思 就是我相信每個靈魂來這邊一定會有個原始的原廠設定 可是你要怎麼發展出劇情呢 那個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你聽起來像iPhone的維修員 要恢復原廠設定嗎? 沒有我超不幸的啊 什麼星座 就是十二分之一啊 才不是這樣分 那是因為你不懂 面相就是整形而已啊 面相整形可能沒有用吧 所以你很期待今天來賓嗎? 我超期待的 而且有一位呢 算是跟我算是蠻好的 我是還好 你說你不期待的部分嗎? 就邪門外道 各位觀眾讓我們掌聲歡迎 簡少年和白雲 歡迎 請坐請坐 耶耶耶耶 非常歡迎 兩位老師級的來夜夜秀 現在又老師剛剛誰說邪門外道 因為我是算命圈外人 然後呢 就可以誹謗嗎 殺氣好重 第一次看到白雲 哇 殺氣很重 老師 這他們地盤有八百壯屍了 真的 不要舉妄動啊 還是先介紹一下 好 我現在呢 就來幫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兩位老師 那我身邊這位簡少年老師呢 他擅長的是東方命理學 像是面相學 姓名學 紫薇斗樹或是風水等等 曾經幫酒man 愛麗莎莎 還有知名的其他網紅呢 看過風水 同時呢 自己也有一個線上的算命平台 淘淘喜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的 那白雲老師呢 他擅長的是西洋詹心學 也曾經幫許多知名網紅看過星盤 而且還有主持電視節目 只想愛上你 重點是 他的線上課程呢 已經賣了上萬份了 據說 突破了今年台灣線上課程的 銷售金額和人數的紀錄喔 哇 破紀錄 太厲害了 謝謝 謝謝 好好做人啊 有什麼秘訣嗎 賣課程 團隊要好 然後人要漂亮 你來不及了 我們初次見面就這樣 沒有 初次我沒有彩排 我們在做節目 你還是很帥了 排不及了喔 但你剛剛說到 你賣課程的秘訣是漂亮 我們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們把簡少妮和白雲的課程 PO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唉唷 唉唷 你怎麼樣都會想要買白雲的吧 你就是錯在這個 你有專業 但是你沒有好的造型 對 我們幫你想了一招 真的假的 保證可以跟白雲老師一樣賣超好 唉唷 我看 我看 來 看一下 沒有 反而因為白雲老師的課程真的是賣太好了 謝謝 我覺得是時候該證明一下 你到底專不專業 我們是個政治諷刺的秀 我們四位總統候選人 誰會當選呢 賀龍 你一個人被岩上很孤單是不是 唉唷 我沒有提供你一些資料耶 你沒有提供 我們的西方占星不只要上面的年月日 我們還需要時間 幾點幾分你有嗎 我們有六十歲民調 這樣OK嗎 不過我們可以分析一下 每一位成功的星座 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好 對 比如說像侯友宜先生 他是雙子座 每一個星座都有高配版和低配版 那 沒有 給你一個可以挖洞的機會 我怕你主持功力不太夠 謝謝 沒有 雙子座比較厲害成功的地方 是他可以快速地抓住不同的訊息 而且把它連結 比如說人連結在一起 就變成前脈 但他是裡面最不想跟別人連結的耶 他有自己的工作夥伴嘛 對 然後天秤座 郭台銘先生天秤座 然後賴清德先生也是天秤座 天秤和天秤 高配版也有他的差別 比如說 郭台銘先生 他可以快速解決糾紛 那賴清德先生 他國際觀很強 所以他們走的方向是不一樣 一個跟商有關 一個跟政有關 柯文哲先生獅子座 果斷果決 你看他講話也是很果斷 這些都是這些星座 如果想要成功的話 我們可以發揮自己的個性裡面的閃光點 不愧賣得好 那簡少年 這四位有沒有很特別的面相 值得討論 這個四位的面相 都是屬於比較富貴的啦 但是比較關鍵是今年屬豬的 比較強 誰是屬豬的 而且我記得是 賴跟柯是屬豬的 欸很準欸 還是 沒有你只是參考民調而已吧 你根本就是 剛剛後台花新聞 欸我告訴你 我自從講完了之後 底下的酸民論調跟你都是一樣的 你們那個政治太保守了 你們直接算我 喔 沒有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我不太興趣 因為 他們 就算發現你 可能運勢很不好 你們也不會講真話 為什麼 你們只會講說 你可能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太假了 沒有遇過好老師啊 那你們等一下幫我算 你們給我最real的 真的假的 這麼real 對 直接算我壽命啊 這麼硬啊 沒事沒事 等一下就知道了 簡少年老師是真的可以看壽命的 對但我不能講 我們算不能講 為什麼 不太能 就是有點像那個復仇者聯盟一樣 我們去改變這個歷史的規則 就得看你被車撞 欸沒有沒有說你會被車撞 沒有 沒有說你被車撞 所以你是奇異博士的角色 呃 低沛吧 這個秀好了 好 賀龍夜夜秀我們才第二集而已 OK 我們會走多遠 會走多紅 你的這個面相呢 我們還有身上 手上你的深層八字 我們看了一下喔 在你下個月的時候 會有桃花節 喔 對 就大概在農曆十月的時候 會有桃花節 然後容易跟工作上的這個正妹同事出現問題 天啊 急你一定要小心了 哈哈 為什麼是急你 你鐵製得很快啊 而且我們德國 A馬床墊很好睡 不要隨便帶人家回去滾床台 哇 你適應得很好欸 當然 對 但是過了這個桃花節之後 你就蒸蒸日上 對 虛歲三十一 所以面下開始走眉毛運 走眉毛運的時候 你眉毛算是長得很不錯的啦 叫我們這個眉毛就是 它有點濃又不太濃 叫這種這個迷幻的風格 迷幻 對 這眉毛有點迷幻 然後這樣的眉毛呢 怎麼樣 這樣的眉毛讓它從虛歲三下工作會爆發 大概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賀龍的工作 突飛猛進 OK 那這個秀呢 這個秀我們要你畫一下 你要幫這個秀畫一張臉 然後我來分析這張臉 就代表這個秀的命運 喔屬於這個秀的臉 要有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最好頭髮 OK 好 要有鼻子喔 要有鼻子嘴巴 我剛本來只想畫眼鏡沒有眼珠 但感覺就是會衰衰的 還是畫眼珠好了 好 我們來看這張臉 大家有看到嗎 蠻可愛的欸 跟你其實有點像欸 真的 對啊 然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眼睛的耳朵非常低 耳朵就是它耳朵 基本上是長在眼睛 沒有高於眼睛 沒有特別高 所以代表出師不力 所以這個節目開場出師不力 而且他耳朵好尖喔 你只是看第一集而已吧 我知道第一集出師不力 但是呢這個節目往上你看 他的這個沒有眉毛 你發現這個人沒有眉毛 對不對 對 沒有眉毛代表無情啊 所以他這個節目會 因為出師不力 所以就會開始無情無意 對 好然後無情無意之後 來看這個眼睛 他這個眼睛是眼白中間 是不是發光的感覺對不對 對 對 就爆發就中了 就中了 所以代表現在可能還是太有情有意了 可能要無情無意才會爆發 我要背叛人才能轟 哈哈哈哈 對 可能要有一點點這個叫什麼 叫突破輪常 對然後再往下來看 他的這個鼻子鼻樑 沒有鼻樑對不對 鼻樑有點低 代表說賀龍現在有點沒自信 這個節目有點沒自信 再有自信一點 再有自信一點 硬幹 欸不是硬幹 就是硬做 對 有什麼差點 然後再往下嘴很大 下巴很好所以代表收官收得很棒 但他舌頭掉出來欸 舌頭掉出來代表色色的 對 哈哈哈哈 喔唷所以要無情無意然後才會成功 而且要保持色心 哈哈哈哈 保持色心但是要小心桃花精 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 所以你留下來 然後老K把他file 哈哈哈哈 再把他轉一次 真的無情無意耶天啊 算一下西方的 對 看誰準嘛蠻好玩的 對啊 我們看到你的本命盤裡面 其實你是一個很好的主持人 欸 天生的主持人 然後你也受很多女生的歡迎 女生族群還有媽媽族群的歡迎 喔唷 對所以你桃花部分要審慎一下 姐姐們可能比較想要跟你怎麼樣 阿唷 我還好我沒有 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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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們看流年啊 確實我覺得跟簡少年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明年後年你的運勢都非常旺 大概可以旺個很多年 然後這幾年你的紅都是 除了你真的很厲害有能力紅之外 你基本上是黑紅比較多 跟你今天衣服一樣 進女色 然後又黑紅 對 然後呢 這幾年 我覺得你講話要小心 可能會有口示的 叫什麼 口舌之快 對 口舌之快 你找10秒講我就不會丟XX 好 其實我有點雞皮疙瘩大家也知道嗎 好 因為我想說我們 現在應該是台灣目前最多現場觀眾的秀 wow 如果只算我一個大家覺得很無聊 不如我們來幫全場800人算一下命 欸這應該是兩位老師第一次同時幫這麼多人算命吧 對 800人真沒有過 很酷欸 那我們現場大家來玩一個遊戲好了 我現在就請所有現場的觀眾朋友幫我起力 請各位依據兩位老師所說的內容來判斷 你要站著還是坐下 一切就交給大家自由心振 好,那馬上我們就先請簡少年老師開始 第一個叫不是屬雞的,請坐下 一瞬間坐了好多人 幾乎都坐下 風向星座的同學,請坐下 風向 雙子、天秤、水瓶座 這三個星座的 那換我囉,我這個比較生活化一點 晚上很少做夢的坐下 牡羊坐的,請坐下 臉上很少長痘痘的坐下 幸存者舉手 四位吧 四位 兩男兩女對不對,大概是這樣子 這邊有一位 好,來不常遲到的請坐下 誰常遲到站著 我是教官嗎 真的 我好怕這個說完就坐下 眼睛很小的請坐下 哈哈 做得很快 唉唷 除了這位先生還有其他人嗎 唉唷 我們請到台前來 掌聲鼓勵一下 很鼓勵 嗚呼 掌聲歡迎這位很常遲到的大眼睛朋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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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了我們揭曉一下答案好了 剛剛層層篩選之下 我們選出的是 明年最衰的人 等一下 是明年嗎 是明年嗎 未來 應該說他現在就很衰了 對啊 現在就很衰喔 那就是沒有時間複辭 所以各位觀眾 你可以截圖現在他的面向的畫面 去照鏡子 你跟他長得很像的話 你也會很衰 嗨 好殘酷喔 好殘酷喔 我們解釋一下好了 剛剛的晨晨從白玉老師開始 因為要做下 明年牡羊座 真的很旺喔 對,所以在場的牡羊座 恭喜你上升 驚心是牡羊東 恭喜大家 耶 耶 然後風向星座的同學 合作 真的,如果你有任何機會 一定要把握 合作有錢 不過看人要小心 那簡少年 我們剛剛第一個為什麼 所屬雞的 原因是因為屬雞的今年被沖泰稅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就沖泰稅算是你就是 某種程度來說 像你的福德這一塊 今年會特別鬆動 所以就倒楣容易 特別倒楣 所以今年算是屬兔是犯泰稅 但是其實屬雞的人比較衰 對,屬兔也不一定衰 但屬雞的一定不是很爽 好,所以綜合上訴的話 不過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我們為了這個環節 我們在商量的時候 我們決定送這個同學 一個改運的東西 喔 好棒喔 對,就是 街道說我身上這一塊 九天應援雷聲譜畫天尊的 雷神護身符 喔 我親自開光 問過神明 讓他轉運 從這個開始 沒錯 這個護身符送給你一個 好,謝謝 送給你一個 謝謝 從今天開始好運 一定可以轉運 因為現在 我就在送你兩張夜秀的票 旁邊登記一下 謝謝你,謝謝 剛剛 算是一個合作賽 對,我們合作霸凌一個人 可惡耶 我一次翻名過來 就是想要東西對決 你要東西對決是不是 對,我覺得 我們用實戰來對決好了 實戰 好啊 那我們馬上進入一個 東西對決通靈之戰 好的,我們東靈之戰的規則如下 現場桌上呢 有十顆雞蛋 裡面只有一顆是生雞蛋 參賽者有老K 吉尼丁跟Alby 我們三位呢 會一起拿雞蛋砸頭 有請 簡少年老師 跟白羽老師 兩位呢 用自己的方式 去預測 究竟我們三位 誰最衰 會選到那顆生雞蛋 我們再次重生 我們完全沒誰 他們三個完全不知道哪顆是生雞蛋 所以全部穿上雨衣 然後我們特別排了老K 因為老K 是台灣喜劇圈最衰的人 他在兩年前啊 因為在表演上說錯一些話 造成這個工作啊 這個一路低潮 然後被原公司開除 賀龍你有聽說過這件事嗎 沒有耶 沒有耶 就是你的桃花節啊 哇 哇 可以嗎 我要重答一次嗎 不要 他很希望雞蛋砸在你頭上 有沒有兩個正妹 跟一個看起來很衰的老K 是不是就像我們刻板印象上 一定是老K會碰到生雞蛋 應該說老K的就是衰到一個谷底 可能物極必反 那大家仔細看 面相學要看的運氣好不好 很簡單 你看他臉亮不亮 你看老K看起來就乾涸了很久 然後吉尼丁又亮一點 這肯定也跟年紀有關 對 應該排了就是 請三位各給我1到12之間的一個數字 6 你說什麼 8 8 6 9 6還可以 8 還可以 9很衰 對 太明顯了吧 你真的有起掛嗎 真的有 真的有 白魚好像有做真起掛 9的話不是很好的數字嗎 不一定是不是 可能被你選了就開始衰起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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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少年壓得OK 沒錯 那我期待白魚的答案 我其實很想臉香洗魚 但是我看了新盤的今天的流日 吉尼丁 所以今天是吉尼丁很衰的一天 因為我們要看第十宮嘛 第十宮的流日的話 我們Albi她是今天很幸運 就是對 就被大家看到她自己專業的一面 然後老K的話 就是你可能太衰了 今天有一股力量在保護你 海王星和你的第十宮 然後吉尼丁是冥王星摩羯在第十宮 就是她也不想被砸 但是不得不被砸 為了她的哲愛生涯 對 我的雨衣今天破洞喔 真的嗎 真的 這是一個信號招了 真的 現在可以改答案嗎 不行不行 我們下好的一首整理一下 東方代表簡少年壓老K 西方代表白魚壓吉尼丁 好 所以等一下Albi要不要挑戰不要戴帽子 哇塞 哇塞 那如果真的是我怎麼辦 沒有啊 戴起來 等一下還要做別的單元 還好我們很衰 天哪 如果我是LB中 我們就要退出江湖了 喔 OK喔 欸真的耶 聽到喔 幫老師脫下子 把白魚老師也脫下子 老師沒有說好 好 那我們就round run 然後我們三個一起喔 同時 誰是今晚的水鬼 round 1 1 2 3 啊 好痛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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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收到 還好我們其他可以硬了吧 好痛 好險 好緊張喔 有六顆 你們要不要一人演一顆 沒有沒有沒有 欸敢不敢 後來我們應該要一起吧 沒有沒有沒有 不要講這種話 現在缺雞蛋不要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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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nd 2 誰是大水鬼 GO 收到 蛤 欸 有聲的嗎 真的有聲的嗎 欸我沒有聲欸 超痛的 哇 欸最後 還是Hello Emotion 不要不要不要 我有桃花姐 好應該要有了 round 3 誰是大水鬼 GO 蛤 沒有啊 什麼 妳的 妳的 琳琳琳她這麼可愛 琳琳琳 所以是西方秘女 白玉獲勝 她可以哭 她可以哭 好 好 解散年 快出江湖 我馬上回答看 凡宇老師的課 各位觀眾 掌聲謝謝 凡宇老師的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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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